一平新聞王的各位大家好 我是婷婷 婷婷現在是一個經紀人對不對 可以介紹一下你們家旗下有哪些藝人嗎 徐孟哲 張兆志 貝童彤 海產 其實你當初除了藝人之外 你前一陣子早上有參加小姐夫席地 可以聊一下這個過程嗎 自己怎麼會想要有興趣踏入這個圈子 其實因為那時候他們是因為要找20位不同的創業的女性 然後聊聊就是大家在創業上面的一個辛苦的過程 對 所以那時候就找了我進去那個節目當版底 那實際上上了鏡頭跟你以往在幕後 你覺得 太難了 真的假的 太難了 我真的覺得我有鏡頭的障礙 我第一次上鏡頭大概講不到兩句話吧 我就是自我介紹完就沒了 你之前有衝進這個圈子還是 完全沒有 我那時候只是因為文藝業間部 然後那時候在髮廊的櫃檯打工 然後剛好遇到 因為那時候的髮廊就是常常在做藝人的造型 然後剛才有經紀人就可能看到我 就問我說剛好他們公司缺助理 然後問我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想說 嗯好啦 髮廊櫃檯照久晚我好像也蠻無聊的 就試試看 就有個踏入而不歸路 不歸路 一踏就是踏到現在 那一開始趨勢到柱子 其實我覺得很多欸 就是其實你基本上你就是二十四小時手機 就是不能關機不能露接 然後所有的行政所有的雜事所有的執行 你都必須得去完成它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我有一次只是去上個廁所 沒有把手機 那時候剛開始進去 可是好像進去第三天吧 我只是離開辦公桌 去上個廁所 露接了我主管的電話 一回來撥給他 他就霹靂啪啦大罵 說你知道做這一行是 手機不能離身的嗎 他說萬一今天有重要的事情找不到你 或者是有急事找不到你該怎麼辦 自從那次之後 手機再也沒有離開過我身邊 我連洗澡都是把手機帶進去 真的啊 然後我半夜我都 我半夜我都不敢關 就是關金營啊 我都是開聲音啊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以前不是一個非常熟識的人 但是後來被叼到 我必須要比藝人找到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才叫做熟識 你跟藝人同事到 就算是遲到 當時拿來個勇氣 其實那是誤打誤撞 就只是因為那時候剛剛好 有一個案子 那時候我在接專案 然後他們需要罰票 就只是因為一張罰票 而去成立了工作室 當時要準備什麼多少錢出來創業什麼的 我那時候開公司 剛好我自己存了一桶金 所以我那時候資本二十 我自己拿了一百萬出來開 對 我覺得真誠很重要 我覺得比如說像筒筒 其實筒筒他是一個 老實說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努力的一個藝人 但是說真的其實 就像大家說演藝圈都會有所謂的運這件事情 那可能他的運還沒有到 但是他一直都很努力 可能他的專長 或者是他今天想要表現的 並不是大家想要看 比如說我說國標好了 國標這件事他的專長 但是他在國標的節目收視率絕對是 創新高的 甚至於他在他那一段一定是最高的收視 可是你說在其他的通告節目 因為他本身就不是一個 會把自己私生活事情講在檯面上的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通告 你必須要嘛就是 你要去白谷市 要嘛就是你要像海產一樣很浮誇 但都不是他擅長的 所以一直以來他其實 我覺得他其實很辛苦 但是他也一直很努力 直到他現在進了八點檔 我覺得他找到他想要的 表演的一個舞台 我覺得抗藥心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慘 然後不能太玻璃心 老實說我一直覺得 跟不管今天是跟員工 還是跟任何的工作人員在工作 其實我要顧到的人的情緒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連員工的私人情緒 都去徹底的去解決他 因為我除了藝人的情緒以外 我可能還要去顧慮到廠商的情緒 我還要顧慮到我自己的情緒 我還要顧慮到太多人的情緒 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像 因為我今天不再跟你談戀愛 每天那個你的工作 可能跟我抱約跟集聚 然後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安慰你 而因為這樣而受傷的話 那我覺得他可能就不適合這一行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面試過太多人了 基本上我大概聊個兩三句 就是知道他適不適合 就是跟公司的痛調合不合 對 你會怎麼活 如果我今天來面試 我會先了解他想要入這一行的動機是什麼 對 如果他就說他其實是 比如說他是對於 製作這一塊有興趣 或者他是對於哪一塊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先試用看看 可是他如果今天是說 因為我其實對演藝圈 就是一直都很有興趣 然後就是我想要看看 藝人的工作模式 這種通常聊兩句我就會用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可能不是一個 真正想要把心思放在 工作上面去學習的人 而且他是想要去看每一個 Maybe他有可能會遇到 什麼樣他想要的明星或者 而且我真的一直跟所有的員工講 我說拜託你們再怎麼樣遇到喜歡的藝人 都不能要求拍照 因為這實在太不專業了 對 那如果妳面試 然後說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很喜歡許孟哲 我從小就是五六的份 那妳就可以不用來了 就如果時間再給妳重選 還會選擇做這一份嗎 我覺得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 這行的變數太大了 妳面對著太多不同個性的人 太多 不要說尖大講話好了 就是妳會遇到很多 妳會以為大家都是好人 這個是妳剛進入這一行的時候 因為妳會容易相信別人 但最後妳會發現 妳好像其實不是這麼的單純 跟這麼的簡單的一回事情 那其實妳說會不會受創 一開始覺得會 那漸漸的當然 妳了解到了這個生態之後 妳可能面臨到的又是下一個問題了 就是今天妳要面臨到的是業績的壓力 妳要面臨到的是妳今天簽了在旗下的藝人 妳要幫每一個人都顧到他們的生活 那每一個藝人 他是不是能夠真的都順利在每一個月 幫他達到他們要的目標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心理層面的一個 壓力很大 那個真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可是妳還是得想辦法去 去跨過那個坎 那一開始在就是 談戀愛或是什麼樣 另一半不會很不能接受說 妳手機是隨時要注意的 所以我剛進入這一行的時候 其實沒多久我就先走了 因為沒有一個正常的上班族 是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狀態 所以真的勸大家 就是沒事不要這樣 我沒有這樣講 我還是歡迎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有抗壓性高的想要嘗試的 還是可以進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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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